後面上一台黑色轎车左摇右晃 原本应该开在右边车道 却越开越偏 下一秒竟然撞上路边车辆 整台车失控翻覆 当下撞击的力道之大 黑色轎车翻覆之后 整个车头凹陷 车窗玻璃也都碎裂 而路边无辜被撞的白色轎车 左前车头车门和玻璃也无一幸免 这起意外发生在高雄凤山的国富路上 凌晨一名驾驶吃完宵夜 回家的路上疑似过度疲劳 开车开到一半就打起瞌睡 整台车撞上路边车辆 翻覆在路中间 我们来听这名驾驶怎么说 我在设我们三姨 打拜拜回来而已 那你速度很快 没有咧 我没有 而附近的热心居民听到了撞车声音之后 出门查看 赶紧破窗将驾驶给拉了出来 所幸这名黄姓驾驶人没有受伤 但他惊魂未尽的坐在马路边 而紧张后报之后 出动了救护车消防车前往 支援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将驾驶给送医观察 而根据警方的判断 这名黄姓驾驶没有酒驾 应该是因为体力不支 才会造成翻车意外